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谷爱玲与杨子互关,优秀的人总会相遇。 近日,谷爱玲与杨子在微博上互相关注了对方。 两个人的互动引来极大关注,令网友纷纷表示,梦幻联动。 北京冬奥会期间,谷爱玲发挥出色,为中国夺得二金一银的优秀成绩, 成为中国代表团中个人奖牌数最多的选手,获得了广大网友的关注。 同在奥运会期间,杨子也通过微博发声, 太牛了青蛙公主爱玲古爱玲微博名,在我心里这就是中国牛。 胜赞谷爱玲的优秀表现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谷爱玲是一名刚满18岁的天才少女, 以这样的年纪取得奥运冠军的成绩,让大众为之折服。 优秀的人总会相遇。 同兴出身的杨子从小便是非常优秀的演员, 凭借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中下雪一角为观众所熟知。 近年来更是作品不断,在欢乐送亲爱的、热爱的烈火英雄等的影视作品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。 可以说,正因为两个人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,才让他们之间产生了交集。 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 只有当你足够优秀,你才能遇到和你同样优秀的人。 而相反的,如果你停滞不前,没有提升自己,身边就可能聚集起一群乌合之众。 人的吸引力总是向下辐射的,当你处于什么层次,就是会吸引来什么层次的人。 所以,如果你想遇到更好的伙伴,首先成为更好的自己吧。 说到自我提升,在冬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之后,谷爱玲接受媒体采访,宣布自己将会前往斯坦福继续学习,暂别雪坛。 在滑雪领域已经取得世界级成绩的谷爱玲,也没有停辖进步的脚步,重新出发踏上学习的旅途。 而我们普通人,拥有更大的进步空间,有时候只需要往上走一点点,也有一点点的收获。 永远不要放弃提高自己。 人生的舞台很广阔,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。 你若芬芳,蝴蝶自来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